10万元以内有什么纯电代步车推荐呢 看看旁边这款比亚迪海鸥 这款车型售价73800到89800 像咱们拍摄这款车型呢 它是788800那款自由版 其实这个版本也是我比较建议的嘛 基于比亚迪品牌 咱们把它称之为新一代主的代步车 我觉得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海鸥是基于比亚迪一平台3.0打造的 它整个外形上能看到很明显的海洋美学设计理念 不过它用了更多的平直的线条 再加上俯冲的车身 给整个造型上带来更多的运动感 海鸥在外形上和咱们看到很多圆润的这种代步车 风格不同 它给人带来更多的凌厉的感觉 车身尺子方面啊 海鸥的车长3米78轴距2米5 这样的身材 很让它适合作为一款城市代步车 车身小巧 灵活 停车也方便 南达手采用这个内钥匙的设计啊 关键是标配了主驾驶无压金属功能 同时还支持NFC开启功能 这样咱们通过卡片钥匙通过手机就可以实现了 轮圈方面呢 中配以上配备都是16英寸旅行轮圈 关键是看细节 它是标配了四轮盘杀的 这种配置在目前同级半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了 车尾部分整个造型跟车头相呼应 过程式LD尾灯也当下流行的设计 点亮之后 然后自身就有更高的辨识度 咱们看看后部箱空间表现啊 常规容积 我觉得至少放两到三个增进箱 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给咱们去超时购物 装饰能力 完全不需要担心 如果你需要一个更大的后部箱空间的话 你可以把后部座椅靠边放倒 这时候容积可以扩展到930升 来到车内 海鸥的外观颜色和内饰颜色是一个组合的 外观颜色呢 有四种选择 内饰有三种选择 怎么搭配呢 像我们拍这款车型 它的外观叫暖阳白 它也搭配一个沙丘粉的内饰配色 整个中路台造型上 可以看到很多的海洋美学设计理念 它用了更多的曲线和弧线设计 让整个中路台看着更有层次感 流浪方面 中间那个位置都是软质材料包裹 手感默着还是挺好的 方向盘 大小时钟 握感也不错 可以说没有什么连接的感觉 中控屏方面 它是标配了一块10.1英寸的出控屏 支持电动旋转功能 那像我们日常使用 什么在线导航啊 语用控制啊 车联网 这都是标配 当然这种配置表现 在同价位 同级别当中也是不多见的 配置方面 就是既是入门版本 它同样会配备向定速巡航 倒车影像 倒车雷达 无钥匙进入 NFC感应钥匙 包括后视镜加热等等 12项配置全系标配 在同价位全程当中 也很有竞争力的 别说整体表现挺实在的 说说空间表现啊 那日常使用呢 储空间方面 这边前面是放手机 支持五眼充电 有两个杯架 同时下面有个不小的储格 别说储能力够丰富 程度空间方面 现在我已经把座椅调到 我的价位置了 升高180 头部空间余量 还是比较宽裕的 来到后排 对于我来说 后排可以获得 一拳多的腿部空间 以及比较宽裕的 头部空间 可以说 作为一款日常代步小车 海外的空间表现 够宽敞 那当然这要得益于 它纯电平台结构 以及两米五的轴距 给后排 引导出了不错的空间感 跟舒适度 还有就是地板是纯平的啊 左移动起来 也比较方便 巡航里程方面呢 海外有300零五公里 跟400零五公里 所谓安定性 自然就不用担心了 充电方面 它是标配直流快充的 你像305公里版本呢 充电功率达到30千瓦 405公里版本呢 能达到40千瓦 官方表示 它从30%充到80% 半个小时就够了 当然它也支持外放电功能 就是官方配置边 显示着V2R 移动电子功能 指的就是这个 10万以内 想买一款颜值 配置都不错的 纯电代步小车 比亚迪海物 可以给你看一看 超过300公里的续航 满足成人代步 反正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配置表现 都挺实用的 可以说在7到9万元 这个价位当中 海鸥的表现 还是很有优势的 那想了解更多 不同配置版本 该如何选择的话 可以看我们之间的 选车视频 咱们今天关于 比亚迪海鸥就聊这么多 还想观众哪些新穿呢 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是原路 全车问题 来找我